亚太国际控股集团董事会主席 蛇伦凯先生 十年间 他从柬埔寨到菲律宾 再到缅甸建一座城 他说他的数学不太好 却能在泰缅甸界缅甸的克伦邦 打造一座总规划面积18万亩 预计总投资额超过了150亿美元 当大家都去试图探寻台的传奇经历时 他却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在面华底有很多电渣园区 但是敢称自己是一座城的 就只有亚太城 因为他的目标就是打造一座城 城里也有自己的园区 叫亚太园区 网络上关于蛇伦凯 是KP园区的老板 这是一个错误的传播 亚太城比一般园区的规模要大很多 和其他恶民遭住的园区相比 算得上比较自由的 亚太控股集团的老板 蛇伦凯 中文名字蛇自江 杰姆寨名字叫唐伦凯 蛇自江出生于中国湖南 从一个务工少年到广西的打工仔 从举债十万高地带到寄生亿万富豪 他说他是一个没有故事的人 可是他的传奇故事和经历 却让人匪夷所思 他的第一分职业是学厨师 洗车洗发水推销等等 从事的行业大约有二十来个 最后带着四万人民币资深闯荡东南亚 2017年获得杰姆寨身份 他的落网震慑了很多电炸集团 涉嫌为缅甸地方武装提供黑钱 支持地方武装做大做强 与缅甸政府武装抗衡 所以把它定性为缅甸和平进程者的破坏者 他的被捕让很多网友拍手称快 但是并没有影响亚太城的运转 石子江作为地产等多元化投资的老板 早年混迹于菲律宾 第一桶金为互联网早期的网络彩票 早期也曾被中国警方逮捕过 在柬埔寨有过短期的投资 也当选过柬埔寨湖南总商会民意会长 也曾登上过中国侨商杂志封面人物 2017年他就已经开始转移到缅甸东部妙瓦底水沟股 亚太城总规划面积18万亩 总投资150亿美元 为东南亚到处逃窜的电炸集团提供新的场地 来赚取高额租金 并通过对外宣传和包装 打着一带一路的旗子眼人耳目 偶尔还会拿出巨资捐款做慈善事业 2019年8月18日 柬埔寨颁布了针对网络赌博的禁赌令后 原本在柬埔寨西港的非法网络国财公司 开始大量向缅甸缅瓦底转移 几年后一座电炸制程越来越大 随着缅北电炸打击和曝光 这些电炸集团也感觉到不安全 也开始向缅瓦底转移 网友们将缅瓦底称为东南亚电炸终点站 缅瓦底当地有很多的实体博彩 大多都是澳门、捷波之外、菲律宾、缅北迁移过去的 目标就是吸引在泰国的中国独徒 然后偷渡去缅甸缅瓦底寻求刺激 这些模式其实和缅北是一模一样的 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而已 人口买卖在缅瓦底电炸集团里形成了合法化 用马花公会的说法叫卖猪仔 而被卖的人就是那头蠢猪 很多人被自己的无知的偷渡 换来的就是一生的噩梦 所以奉劝各位不要踏入这片境地 那地方就是一个军阀歌剧 王赌徒满天飞的地方 和缅北的电炸集团相比 这里更加的肆无忌惮 想要回国比缅北还难 在缅北死一个人或许还有信息 但是在缅瓦底死一个人 可能连个信息都不会有